問你一個問題,愛滋病人能活嗎?能好嗎? 有愛滋病人完全能恢復健康嗎? 你知道約翰遜嗎? 約翰遜是在洛杉磯很有名的籃球運動員, 他非常有名, 其實在他得了愛滋病之後, 有一種病毒進入大人體, 他的名稱就是愛滋病毒。 那麼,也有人在他體內感染到愛滋病毒, 但是卻沒有發展到愛滋病。 魔術師約翰遜在他體內感染了愛滋病, 但是還沒有形成愛滋病。 有很多人,他們這種病毒成為愛滋病人, 最後死於愛滋病。 有很多人,他們在他體內感染了愛滋病毒, 但是他們還有很長時間的存活, 在這段時間裏,他們並沒有感染上愛滋病。 魔術師約翰遜就是這樣的一種人群。 我今天想問一個重要的問題。 有沒有愛滋病人完全地恢復了健康? 因此,在他的體內再也找不到HIV這種病毒。 是的,有這樣的人。 有許多人,在他們體內感染上, HIV病毒的時候,只有幾個月之間, 他們就死於愛滋病。 許多人在他體內有愛滋病的發展, 但是他還能夠活很長的時間。 他們是在得了愛滋病之後, 能夠活七、八、九年的時間。 還有這樣的一種人, 在他們體內有這個愛滋病。 但是呢, 卻發現HIV這個病毒消失了。 每一個人因人而異。 我想讓大家知道它的真實面目。 人並不是死於愛滋病。 有許多人幸存下來。 那麼是什麼使這兩種人不同呢? 所以,我們還是一定要十分清楚 身體的免疫系統。 在免疫系統裡面都是由不同的白細胞組成。 那麼就是其中的一種白細胞, 稱作B細胞,它是產生抗體。 還有T細胞, 在免疫系統裡面是最重要的一種。 科學家已經發現, T細胞是兩種。 有一種是T4細胞。 T4細胞是跟B細胞一起合作的。 T4細胞還能夠幫助到T8細胞。 T8細胞是直接殺死癌細胞的。 而T4細胞呢,我們把它稱作幫手。 T8細胞在T4細胞的幫助下, 它可以殺死癌細胞,甚至可以殺死艾滋病毒。 那如果T8細胞變得非常活躍, 它可以殺死癌細胞, 也可以殺死HIV病毒。 因此,癌症的自然恢復成為可能, 而艾滋病的自然恢復也是有可能的。 因此,科學家稱為T8細胞, 叫做Cytotoxic cells。 Cytotoxic,是叫做Cell killing, Cell killers,殺手細胞。 所以呢,在這兩種T細胞裡面, T4是幫手,而T8就是直接的殺手。 所以,聽到這樣的好消息, 你會不會覺得高興, 在你體內有這種殺手細胞, 可以殺死癌細胞和HIV病毒。 那麼,什麼人感染到HIV之後, 會發展成愛滋病呢? 在他們的體內, 所以,T8細胞是不工作的, 它沒有這種殺敵的能力。 我說他們不工作是什麼意思呢? T8細胞,它的功能是產生很多的毒素。 而在T8細胞裡面有很重要的基因, 就產生出來殺手毒素來殺死那些壞的細胞。 或者是抑制那些感染的細胞的生長。 我們也看到了這個NK細胞, 它也是能夠殺死HIV病毒的。 最新的科學家們也發現, 這個單柱細胞也能夠殺死HIV病毒。 所以,如果在你的白細胞裡面, 這些細胞能夠和諧地工作, 那你就能夠強烈的抑制系統。 只要你強烈抑制系統, HIV病毒的病毒 都不能給你了抑制病毒。 在你的抑制系統裡, 如果這些抑制系統都能夠和諧地工作, 你的身體就不會產生愛滋病。 大家知道艾滋病的缩写是AIDS, 它的意思是獲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 獲得性是指你曾经是健康的, 但是你从体外獲得的, 是因为免疫系统变得脆弱。 你曾经是健康的, 那么这时候HIV病毒进入你的细胞里。 HIV病毒直接进入到人体, 是住在T细胞里。 它会产生物质来杀死T细胞。 所以T细胞的数量减少, T细胞的工作开始减低, 所以免疫系统也会遭到破坏。 这就是免疫缺陷的意思。 大家现在明白了, 什么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现在,我们想要详细地了解一下 免疫系统和AIDS的关系。 OK。 好,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的是T4细胞。 帮手细胞, 它身体会产生一种物质叫做TL2。 这个IL2是帮助T8细胞。 产生一种物质的关系细胞。 使T8细胞的作用更加强化。 这是很高兴的事情。 现在,我想告诉大家, 人体免疫系统和HIV病毒的关系。 既然有很多不同的状态。 例如Majik Johnson的案例, 人们很快死亡, 人们完全癌症。 既然, 儘管罢来。 尽管我们对C3的关系是一人而异的, 尽管每个人得了C3的癌症情况, 厮图的病毒很快死亡, 今天科學家們的結論是,免疫系統的不同導致了結果的不同。 當免疫系統非常活躍的時候, 大家知道在你的白細胞裡面,T細胞還有B細胞、NK細胞都正常工作的時候, 所以對這個HIV就會產生很消極的影響。 在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數據。 大家看一下這個統計的數據。 當母親懷孕的時候,有胎兒在母婦裡, 母親懷孕的時候感染上了HIV。 很自然地母親體內的HIV會感染到這個孩子。 百分之百的嗎? 當然不是。 這個結論不是百分之百。 這個結論讓人覺得很吃驚。 有些母親直接把HIV病毒給了自己體內的胎兒。 而另外一些母親卻沒有把病毒給了孩子。 這是不是很有意思嗎? 我們看到這個新年代的感染率。 在很早期的階段,孩子會從母親體內感染。 在歐洲這樣統計,只有百分之十三的胎兒從母親體內感染。 那其他八十七個病毒呢? 非常有意思。 而在非洲數字是百分之四十二。 這差不多將近三倍了。 所以相對來講,非洲的母親卻能夠超過歐洲的母親。 所以科學家們今天這樣解釋這個現象。 非洲的母親做母親時免疫系統比較低下。 為什麼? 因為就生活情況來講,非洲的情況遠不如歐洲。 食物供應、生存的環境都非常糟糕。 所以對於母親來講,免疫系統就不切實。 所以在那些免疫系統虛弱的母親體內, HIV變得非常結實、有活力。 如果母親的免疫系統堅強, 在母親體內的HIV病毒會顯得非常脆弱,沒有力氣。 所以這種脆弱的力量不足以影響到孩子。 好,現在。 科學家們也同時發現了一件非常重要而有意義的事情。 即使孩子在母親體內受到感染, 當孩子開始生長的時候, 在母親體內完全消失了HIV病毒, 他們完全健康。 所以科學家們把這種情況稱作自發性清除HIV。 在非洲這種自發性清除HIV的現象存在率是2.7%。 而在歐洲,大家看到這個比率是6.4%。 當然,在歐洲,寶寶生存的環境會好一些。 隨著孩子的免疫系統變得越來越健康, 隨著孩子的生長, 在他體內從母親感染的這個HIV病毒會越來越脆弱, 以至於把它消滅掉。 我們看一下新英蘭雜誌上發表的一些數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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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跟大家說過, 有一種人群的免疫系統受到壓制。 在醫院工作的職員也很容易感染癌疾病。 大家知道有些技術師是專門做抽血實驗的。 他們會從愛滋病人體內抽取血量。 他們試圖把血量抽出來之後, 然後放入到飾管裡。 然後有人會偶然經過什麼人。 然後他們就在這種情況下, 針就紮入了自己的體內。 這種方式會使你不得不感染上這種病毒。 但不是每個人都受到感染。 看到嗎? 只有10%。 如果有100個事件, 只有10人受到感染。 那剩下的90%呢? 他們的免疫系統比較強。 當HIV病毒進入他們體內的時候, 他們就清除掉了HIV病毒。 只有剩餘的那個10%, 他們做不到這一點。 在這10%當中, 只有5%發展成艾滋病人。 其他5%就像約翰遜。 是約翰遜今天體內還有這個癌子病毒。 因為他體內的免疫系統還不足夠堅強。 如果他的免疫系統在未來的一些歲月裡能夠變得越來越好, 那我想他會變得越來越出名。 那大家會看到各種各樣的報紙, 頭版頭條都會登載這樣的消息, 約翰遜, 他會更加尊重他。 大家知道他獲得了愛滋病的原因嗎? 因為他太有錢了。 大家知道, 在美國的球星, 他們的收入是天文數字。 他們到處尋歡作樂。 甚至在報紙上這樣報導, 對於這些球星來講, 他們的性伴侶有很多。 她們不停地有這種性, 而且沒有控制。 這也就是約翰遜得到艾滋病的原因。 後來他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 所以他的免疫系統也在基本地維持。 所以到現在為止,艾滋病還沒有在他體內形成。 還有一種人群,就是他們的伴侶。 那些容易出血的伴侶。 他們很容易出血。 這些人,他們體內的血小板很少, 所以他們很容易出血。 在他們的體內出血,就不容易出血。 如果他們體內有一些傷口,就不停地出血。 所以這些白血病人,他們不停地需要輸血。 所以有時候還要這樣輸入他們體內一些蛋白質。 是從人體內的物質輸入到這些病人的體內。 因爲不停地輸血的手術, 他們很容易出血, 他們就很容易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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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人發現,在這些病人當中, 他們很高比例地有艾滋病毒。 但對於這些病人,他們的伴侶, 並沒有從他們體內得到這種病毒。 那些人,他們的免疫系統是很接受的。 即使這個病毒進入他們的配偶的體內, T8細胞就會殺死這些病毒。 現在,科學家們發現, T4細胞會發生神經性抗體。 這就是一種譽法。 這就是一種譽法。 這種防疫使得HIV即使進來了, 如果這時候你們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這時候T4細胞就開始工作, 就會產生更多的抗體。 在非洲,HIV病毒太常見了, 尤其是在那些妓女當中。 但是很奇怪的是, 很多很多的妓女卻沒有HIV病毒的感染。 實際上,他們不停地與HIV病毒的男性性交。 你覺得有意思嗎? 科學家們發現, 在這些婦女體內, 她們有更多的神經性抗體。 尤其是在子宮的位置。 我們也看到T8細胞會分裂出一些殺手的淋巴葉。 實際上,科學家們會采取這樣的方式, 她們會直接輸入這些ILR。 我已經解釋過這個ILR。 是由這個幫手細胞T4產生的。 在T4細胞裡, 有一種基因是專門產生這種ILR。 所以,如果醫生把這個ILR直接輸入到HIV病人體內, 這時候,T8細胞會變得非常活躍。 而且,T8細胞的數量大量增加。 同時, HIV病毒的數量大量減少。 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在人體內有免疫系統和HIV的不同的比例。 我們可以看到, 在T8細胞裡還有一種物質稱作阿爾法的防禦系統。 防禦系統被編了號碼123, 因為它們是防禦基因。 所以, 它們的工作就是防止HIV侵入人體。 所以, 在約翰遜的體內, 它們會不停地產生這種阿爾法的防禦系統。 還有這些神經性的抗體。 所以, 使得HIV病毒不能夠直接進入T細胞裡。 我們看到還有一種物質, 叫做Dendrix它的細胞。 還有, 我們還有一種奇異的現象被稱作病毒逃亡。 就是HIV細胞躲避那些T細胞的攻擊, 所以逃跑。 大家覺得有意思嗎? 我認為這類型的病毒病毒的病毒中有這樣的事情。 即使體內的T8細胞已經準備好了攻擊HIV,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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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家們的資料都問她們, 在T細胞裡還有一種物質, 而科學家們也這樣發現, 在T細胞裡還有一種物質叫做Cem15。 CEM15也是攻擊了HIV, 也使它們活躍了, 在CEM15的作用下, HIV不能正常地生長。 所以我們也知道, 在T細胞裏有一種基因產生CEM15,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大家看到了這個VIF, VIF也產生了一種物質, 叫做VIF, 一旦這個VIF這種物質出現了, 它就抑制這個T細胞的生長, 使得這個T細胞無法產生CEM15。 大家覺得是不是很有意思? 有一種基因, 它會產生CEM15, 而有一種基因, 它在HIV病毒裏要產生VIF這種物質。 大家看到了嗎? 這一場戰爭是基因之戰。 那麽是什麼基因會受到激發呢? 是什麼決定了基因呢? 什麼決定了CEAG和VIFG? 什麼決定了CEAG? 第十五, 什麼決定了CEAG? 我覺得還是氣。 所以我還是想讓大家明白基因, 基因是怎樣被激發的呢? 基因是文字。 基因是對你的意願和意思做出反應的。 基因也會受到你生活習慣的影響。 我想如果你選擇活下來,選擇生命。 在這個講座之後, 你對自己說, 現在我明白了, 如果我免疫系統的基因變得活躍, 它們分泌出大量的抗體, 也分泌出足夠的CEAGB15, 而且產生出IRR, 我自己就可以產生出足夠的消滅HIV的物質。 如果你開始有了新的希望, 你也相信科學的證據, 你也相信你會好起來, 那給你生命的氣息現在就給你了。 因為真理和信靠使的你, 然後你改變你的飲食習慣, 改變生活習慣, 然後你的CEAGB15就會活躍。 然後體內的CEAGB15就會變得非常活躍。 而這時候T8細胞就會變得非常活躍, 尋找HIV,然後殺死它們。 如果你有了盼望是不是非常美好? 這時候HIV會完全清除掉。 我們已經了解到了,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的HIV病毒全部消失掉。 我們也給大家講了, 到底是怎樣它會自己清除掉。 但是如果不是CEM這種基因活躍, 而是VIF基因活躍,怎麼辦呢? 如果你體內的HIV說, 現在我可控制這個人了。 我們可以殺死這個人, 我們先殺死他的T細胞。 然後HIV病毒就會產生一種物質VIF。 在什麼情況下呢? 當你不知道真理, 你也不相信你能夠好起來。 你也覺得很絕望。 你還很憤怒。 你對什麼充滿了憎恨。 也發脾氣。 也不開心。 所有能夠使你體內產生好的基因的功能變得抑制。 也不能夠產生CEM。 也沒有了 IL-2。 也沒有了抗體的基因。 所有良善的基因都不會工作。 相反, 那些壞的HIV基因, 他們卻活躍起來。 因為你自己要死。 因為死亡是你自己的選擇。 請清醒吧! 你是有希望的。 你有你自己的免疫系統。 在你的免疫系統裡有基因。 基因是對生命的氣息做出良好的反應。 在我以前的講座裡, 我也講解了免疫系統, 也講解了基因, 還有自己生命的氣息。 大家聽好了。 所以,要對HIV做長久的鬥爭。 因為我們是有希望的。 再見。